这么可爱的怪兽宝宝 你们一定没有见过 他最喜欢的游戏 就是和小赛罗一起玩石头剪刀布 他还特别喜欢别人给他饶痒痒 如果是你 你想领养一只吗 他小小的身材看起来很可爱 都是因为 小赛罗每天都会给他喂小怪兽牛奶 因为牛奶的营养十分丰富 你看他喝奶的样子 像不像你家的喵心人 每天吃完饭 他都会去赛罗家的阳台那里晒太阳 因为他听别人说 经常晒太阳 不仅能长高高 还对皮肤特别好 这个小怪兽每次还要喝上一杯果汁 我只想说 小赛罗家的待遇也太好了 说到这里 小伙伴们是不是想问我 怪兽怎么可能住在奥特曼家 事情是这样的 就在前几天 小赛罗在上学的路上发现了 这只可怜的小怪兽 因为小赛罗觉得他太可怜了 于是就把他带回了家 小赛罗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奥利给 小赛罗把他带回家后 非要住在洗手间 说这里有怪兽基地的感觉 怎么劝他都不听 害得小赛罗几天都不好意思去拉臭臭了 奥利给试个爱干净的小宝宝 每天都会拿起托把 帮小赛罗家打扫卫生 不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 绝不罢休 不知道小伙伴们 能不能给他点个赞 表扬一下他 做完家务之后 他还要去小赛罗家的泳池那里 泡起了温泉 他还喜欢在泳池里玩爱的魔力转圈圈 这样的小怪兽 是不是很可爱呢 可如果小赛罗不跟他一起玩 奥利给就会在地下打滚 这是不是很像你 让爸爸妈妈买玩具时候的样子 小赛罗最喜欢和他一起玩的游戏 就是唱奥特曼歌 不过奥利给唱歌很难听 可能是遗传了他的怪兽妈妈 这样的小怪兽 你们会喜欢吗 听到风暴已经出现 可是你家还在吃脸 一不小心噎到喉咙 最后离开了师姐 吃鸡蛋 不小心跌尸 感谢观看